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视频空间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国产 这是世纪划创代理的这个 奥特超可动系列所推出的新产品 维克特利奥特曼骑士形态的这么一款介绍 入这个的原因大家也非常清楚 UC系列的日版我都入手了 因为突然对这个系列有点感觉了 所以呢就去收了这两款 一个普通版本 当然出了骑士版本我们来买回来 给大家看一看究竟做的怎么样吧 因为是去划创代理的 好盒子呢还是跟之前介绍的 这个维克特利的裹袋一样 这种非常简单的一个包装 然后上面写的是奥特曼超可动 维克特利奥特曼骑士形态 万代的鸭子 然后这个就是骑士的这么一个维克特利 非常帅啊我觉得 入他的原因也是因为 我个人啊觉得这个颜色配色非常好看 嗯他是附出了一个筋骨桥的发射器 来我们来进行打开 感觉这个包装跟普通版本还是有点不同的 嗯说明说我就不给他看了 再拉出他里面附出了两个配件 一个主体以及一个发射器 他跟日版应该是都可以进行一个联动搭载 但是这个主体的话 我真的等一下来跟他说究竟做的怎么样 这个发射器的涂装啊 感觉跟日版的造型是没有这么个区别 但是涂装方面 这个感觉有点太黄了一点吧 而且之前给他介绍的那个日版的维克特利啊 那把枪也是软胶吧 他这个也是软胶 我们来看看这个主体 很明显就是可以发现 他的这个涂装啊 有点闪粉的这种效果 但其实你摸上去就 感觉这个真的很差 这个手感 真的 而且很黏 有一种 没有擦干净的这种感觉啊 就出场的时候没有擦干净 然后造型方面 这个世界化妆非常聪明啊 重涂了一个颜色继续来出 武器的话 这个金箍桥发射器普通的也是可以